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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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這次李子凱能拿到阿瑪銀牌 這是我們二十年這樣辛苦累積下來 也很高興台灣的同胞們都見證我們這樣的辛苦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在我們二零二四的巴黎奧運李子凱能奪金 也希望大家再鼓勵他 謝謝 其實真的很開心就是回到家 然後看到其實還是很多人為我們支持 為我們加油 其實真的很感動 但我想說其實很想說就是 其實這邊獎牌是真的是靠很多人的努力 一起把它拼起來的 這片牌靠自己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 我在這邊還是要謝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 謝謝大家 謝謝 小時候太過調皮吧 愛玩啊 然後就 躲進垃圾桶裡面 對應該是這樣 那 就是 真的是小時候太調皮了 對那 真的是那時候被教練發現 我就是很愛玩很調皮 然後 真的是柔軟度比較好 所以那時候才被教練挑進體操隊這樣 大概 他是柔軟度最好的小朋友 他表現率很高 叫他出來表現 他就一直表演表演 所以我覺得他以後會抗壓非常好 結果是證明是真的 接下來大家知道明年就還有個亞運會 那接下來還有2024的亞運 2024的奧運 那 回去的話就是繼續跟教練繼續做溝通 跟做安排這樣 然後還有接下來的 還是需要再跟教練做密系的安排 然後還有訓練計畫這樣 其實 我 呃 當然我覺得最感謝 我覺得有兩個人 當然一部分就是教練 其實教練從小把我拉寶到現在 就是 也是這些教練 就是 都沒有放棄我 對雖然說我有時候真的是 呃 很不聽話 對然後但是 教練還是 都會一直叮嚀我 要注意些什麼 然後還有一些訓練的一些計畫 所以時時刻刻提醒著我這樣 所以 大家還是要跟教練說 謝謝教練 教練辛苦了這樣 擁抱一下 有 大家其實都有看到 我們其實下場 第一課 就馬上擁抱 那 當下其實情緒真的是很激動 因為 我們在去年開始備戰 這個所謂的6.7的成套的時候 其實 我們整整備戰了一整年之久 就是其實在 去年3月的公開 美國公開賽的時候也是失敗 然後在 陸陸續續的大大小小的公開賽事 其實都沒有將6.7給展現出來 那這次可以第一次在 奧運會場上 這麼大的殿堂 把6.7給展現出來 其實 我覺得 我跟教練的 努力就是值得了 我們做到了這樣 所以 真的是很開心這樣 謝謝 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要感謝我的家人 所以我家人 雖然說 呃 大家可能知道 在7月初的時候 可能爸爸的身體 有些狀況的出現 當然他們 都一直不敢讓我擔心 然後 一直叫我放心 對那當然到 出發前 真的聽到爸爸的消息是好轉的 那才心中 這個消息比較能夠放得下來 對 因為不然 其實我也 我兩邊我都不敢 對不起 我不敢對不起我家人 但我也不敢 對不起 就是所有 在做備戰的所有夥伴 對我如果出門了 我染疫了 那怎麼辦 對所以我兩邊的風險 我都承擔不起 對那 當然是很謝謝家人 對我的支持 就是給我很大的鼓勵 當下沒有想太多 因為真的是 很開心 因為真的像我剛剛說的 整整一年多的備戰 其實在 真的只有在第一次 真的今年是真的第一次 在公開的舞台 給展現出來 那就是很開心的 當下的那個分享 那個快樂的擁抱 這樣子對 所以其實是到後來 網友把它做成很可愛的圖片的時候 才會想到說 其實真的好像有像小時候 教練在帶我們的時候 的感覺這樣子 接下來計畫 當然七天先在防禦旅館 那接下來的後七天回家 當然是希望藉由這時間 好好陪陪家人 因為過去 這幾個月的備戰期間 其實都已經好一段時間 沒有回家了這樣子 所以也希望藉由這個機會 好好陪陪家人 對 好看 謝謝